对着山林露田吃饭 这里就是台湾农人 在泉州永春经营的生态农场 来看看他们如何带动当地的农民 让小镇永春 山清水秀已是独立 清幽山间有个很闲适的小空间 排饭咯 所有的食材都来自周边 尽管料理手法不复杂 但简简单单自然原味 还有大赞的风景一起佐餐 对许多的现代人来说 是非常难得的体验 我未来的一个生活追求 也无非就是要活在一个 环境很美很好的地方 然后空气水食物 这个都很好的这个条件下 武林平是泉州永春在地人 对家乡的土地有着很深的情怀 在外读书就业期间 走访过许多农场 也参观过台湾的精致农业 台湾农业的发展让他大开眼界 工作几年之后 武林平回乡打造生态农场 他邀请在台湾交流时 结识的农夫黄文渊来打理 黄文渊在台湾擅长 友善无度的农法 拥有非常丰富的种植经验 像这个就是小绿叶蚕吃过的 对啊 把它吃成这样 其实这种小绿叶蚕咬过的叶子 它是不会再长大的 随处可见的小绿叶蚕 是这一片茶园很天然的证据 茶农根据黄文渊的要求 打造无度茶园 在制茶的流程上 黄文渊也有很高的标准 东方美人茶 它靠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因为我有小绿叶蚕 所以我没有不要 所以我的茶很好 卖得很贵 之前他们摘茶可能五月六月 可能摘一尺长都有 那我们只摘两月一新 对于未来 武林平跟黄文渊还有更多的野心 他们要开设餐厅 从上游到下游一条楼 打造农产品产业链 反扑归正的里面 从台湾带进永春 在两岸农员的努力之下 让小农村真的永春 农村新闻综合报道